民进党党内立委提名初选 今天开始领表登记 民进党立委 立法院副院长蔡奇昌抢投降 历早9点半不到就现身台中市党部登记 面对党主席卓榮泰表明 2020总统初选 党公职不要选边站 蔡奇昌说 不表态的目的是希望和谐 担心最后变成国民党渔翁得利 但话锋一转载重申他支持总统蔡英文 另外 蔡奇昌也呼吁 闭门会见大陆官员的高雄市长韩国瑜 应该要说明到底和对方谈了什么 蔡奇昌说 大家都希望总统初选是一个没有火药味的战争 但难度很高 所以党内才呼吁不要表态 蔡奇昌也坦言 此次选战不好打 民进党需要逆风而行 希望这次选举无论总统跟立委都能够尽早结束内战 尽快团结一致 对于韩国瑜出访香港 澳门与大陆 拜会香港中联办 引发争议 蔡奇昌回应 两岸的交流无论是官方跟民间 都乐观其成 但涉及敏感议题 尤其与敏感人士会面或接见 应该要公开透明 因为大家还是会担心嘛 由穷华 台中报道出版1109更新 1118民进党党内立委提名初选 今天开始领表登记 民进党立委 立法院副院长蔡奇昌抢投降 历早9点半不到就现身党部登记 林建峰设蔡奇昌也呼吁 闭门会见大陆官员的高雄市长韩国瑜 应该要说明到底和对方谈了什么 林建峰设台中市议员扬点钟左 施志昌右 在市党部陪同立法院副院长蔡奇昌登记参选立委 林建峰设抢当好评友宜会员快注册免收费 不注册会后悔 快点我注册https冒号双斜-tw.adai.ly-ml924upcsu 关键字蔡奇昌蔡英文总统立委初选韩国瑜下载台湾苹果日报APP有话要说投稿及时论坛